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是大年初四 在这里我再一次祝大家牛年快乐 牛年大吉 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件 特别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件事情 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但是呢 他又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谎言说一千遍也变成了真理 我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法轮功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攻击中国政府 就是推翻中国政府 他们的手段就是造谣 造各种的谣 但是呢 他这些造谣 我们觉得说那是不可能 是真的 谁也不会信 但是有人会信 今天我告诉你 英国人信 并不是说英国的老百姓信哦 是英国政府信 是英国的议员信 是英国的那些议会信 他们信 今天我看到 英国的议会正在讨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 听起来说 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法案吗 会有什么触目惊心的呢 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两个内容 让我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 第一个内容他们讨论的就是关于他们的一项进口 这个进口呢 就是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进口 他们这个法案里面提出来说 英国应该禁止从中国进口人体器官和组织 这个是不是很触目惊心 我们都不会想到说 英国竟然还从中国进口人体器官和组织 以前法轮功说 说中国政府活摘器官 不可能啊 活摘器官啊 人体上什么器官可以摘了以后还能活的 那活摘器官摘完了以后这人就死了 那法轮功那些家属什么呢干呢 对不对 现在英国他们就相信说 中国活摘器官 为什么他们要禁止进口人体器官和组织从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从活人身上 从法轮功以及新疆人身上活摘器官 英国人说 你们知道吗 我们买来的 进口来的这些器官 有可能是从法轮功学员 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身上活摘来的 我们不能要他们的器官 我的天啊 首先有一个前提让我挺震惊的 中国竟然给他们输送器官啊 人体器官何等的宝贵啊 咱们暂且不说什么活摘不活摘的 我不相信活摘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 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了好多次了 我在申请加拿大的健康卡的时候 他在表格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问你说 在你突然死亡的时候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愿意 我愿意在我死了以后 把我的器官给其他的人使用 如果我的眼睛能让一个盲人再次看到光明 我很愿意 如果我的心脏能让一个人起死回生 我也很愿意 我的任何的一个器官用到别人身上 我都很愿意 在中国这样的来源应该是很宝贵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还没这么想 我们中国有14亿人 如果有人捐献器官的话 我们能不能用在我们同胞的身上 我们同胞难道用不了吗 为什么要给英国人 英国人现在还牛哄哄的说 你们有可能从法轮功学员上 摘来的我们不要 这也太荒唐了吧 我还看到有议员提出来说 他们英国有一种展览 叫真人尸体标本展 他们卖15块英镑一张票 可以去看这个展览 这种展览就在英国的博明汉进行展出 是真人尸体 不是活人 是真人尸体标本展 15块英镑一张票可以去看 英国人真变态呀 我在中国这么多年 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真人尸体标本展 有什么人那么变态 愿意花15块钱去看这尸体标本啊 我真是奇怪了 然后他们的议员就提出来说 这个尸体标本展也应该取消 因为这些尸体标本都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声称这些尸体是无人认领的 现在法轮功出来说 这些尸体是法轮功学员的 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的 说中国政府把这些人杀了以后 然后制成标本 拿到英国去展览 是不是让人很触目惊心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是中国政府干的吗 还是中国的一些非法人员 不法人员干的呢 中国政府知道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 是不是很触目惊心呢 好 这是英国进口方面 然后他这个法案又提出来 说有一个组织啊 叫共产主义犯罪研究所 这是他们英国的一个智库 叫共产主义犯罪研究所 就是他们这个智库研究所 他们经过研究 就确认了中国政府 从法轮功学员 以及新疆维吾尔人身上活摘器官 中国政府就犯这样的反人类的罪行 如果真有这事的话 这真的是罪恶滔天 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我不相信 这就是法轮功造的谣 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犯罪研究所 这就是一个谣言制造研究所 然后他们就说 建议英国政府禁止英国的医疗器械 出口到中国 因为中国会使用这些医疗器械 去进行活摘人体器官这样的活动 我的天啊 这应该相反过来好吧 中国现在就应该制裁英国 第一 不要给他出口人体器官和组织 第二 不要进口他们的医疗器械 这就是中国对英国进行制裁的第一步 停止进口英国的医疗器械 我看很快 这个谣言就要起来了 美国不是已经成功的造谣说 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 种族灭绝吗 现在法轮功 污蔑中国政府的这个活摘器官 我看着他们就要相信了 这个是不是很可怕 是不是很恐怖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恐怖了 老外的脑子啊 咱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你说这个新冠肺炎来了以后 它是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毒 它是在空气里面来传播的一个病毒 你抵制戴口罩 你不是脑子有病吗 戴口罩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现在他们仍然在抵制 有些人 他是脑子有问题 智商低下 但是有些人不应该呀 现在有人还说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是造谣 是一个谣言 没这事 巴西的总统现在就仍然是这样的 川普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啊 认为这是谣言 恶作剧 戴口罩就是政治正确 你说还有比这个更愚蠢的吗 现在活摘器官这种事他们都能相信 如果一般的人相信也就算了 没脑子的人相信也就算了 英国的议会竟然还在那堂而皇之的 跟那讨论这件事情 讨论如何来制裁中国 说从中国进口的器官和组织 是从人身上活摘来的 说那医疗器械出口到中国去 是用来活摘器官的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中国会不会有人 私下里面在做这样的肮脏交易呢 中国那么大 中国有句话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中国那么大 会不会有人真的是在地下 做这样的生意呢 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查一查 美国哪怕是总统做的事情 他们也认为是总统做的事情 跟美国无关 跟美国整体无关 但是中国哪怕是在任何的一个角落 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们就说这是中国政府 这是中国 所以说这件事情 他们这么正正经经的 正儿八经的 在议会里面讨论这件事情 起码我敢肯定 英国是从中国进口器官和组织的 中国应该好好查一查 这个问题我认为很严重 这么宝贵的人体器官和组织 怎么能出口给英国呢 但是我仔细想想 是不是也有点不太可信啊 这人体组织离开人体以后 还来得及出口到英国呀 我记得我曾经 我跟我儿子讨论过 我儿子上了医学院以后 我就跟他讨论 我说将来我的这个遗体 我捐献我不随便捐献 我捐献给你们医院 我儿子说不要啊 你不能这样 你在哪去世了 就得就近赶紧捐献给他们 你要是弄到我们医院的话 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想 这事能有吗 英国那个医院里面 英国国会里面那些议员 他们核实了吗 有这事吗 还是听这个法轮功 以及那个共产主义犯罪研究所 那个谣言制造所 听他们一说就相信了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